一集放城市 一个象征着汽车工业最顶尖技术的舞台 许多现代汽车工业技术 比如波片换挡 碳纤维车身和主动悬挂系统等等 都率先在F1赛场上展露锋芒 因此F1也成为了这些技术的试炼场 而这些技术最终经过不断的调试与发展 最终都进入了跑车顺植民用车领域 本期视频就带大家盘点 十大引用了F1技术的合法公路车 虽然车神塞纳每次夺的世界冠军 都是坐在一辆麦凯伦赛车中 但麦凯伦的车身下却都蕴藏着一颗本田引擎 在北美与香港 本田NSX是以欧哥NSX的名字进入市场的 NS和X分别是新的运动跑车与实验性的首字母 属于对本田的感谢 塞纳在本田NSX的最后研发阶段 慷慨解囊 并在包括林路和纽伯格林在内的不同赛道 测试了这款运动跑车 提供了本人的宝贵意见 他建议采用更硬的底盘 以及更好的悬挂系统 最终车神与本田一起打造了一款操控性能 极佳的运动跑车 2000年代是法拉利的年代 但宝马的V10引擎也为威廉姆斯车队提供了可靠的竞争力 让威廉姆斯成为了法拉利的强劲竞争对手 搭载宝马引擎的前四年 威廉姆斯从未跌出过前三 宝马抓住了宣传他们2000年代最强V10引擎的机会 在2005年为宝马M5搭载了由F1技术衍生出来的 5.0升V10发动机和电子发车控制系统 为这台车提供了500马力的输出功率 与515牛米的扭矩 如果拆掉电子线速器 那么宝马M5E60的急速可以达到每小时324公里 虽然F1的自然吸气时代已经过去了 但人人都怀念V10时代的声浪 早在梅塞德斯AMG Project One诞生的22年前 法拉利便推出了第一款性能最接近F1的超级跑车 法拉利F50的4.7升V12发动机 是基于1990年的法拉利641引擎所改造的 提供513匹马力 同时法拉利641也是教授普罗斯特和曼赛尔的赛车 F50与一级方程式赛车一样 采用碳纤维车身并把引擎用螺栓直接固定在车身底盘上 这个特点让它和F1更加相似了 截至1997年停产 法拉利F50也只生产了349台 从名字就可以一眼看出来 这款顶级超跑一定来源于一级方程式 麦凯伦F1结合了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从F1赛场上积累下来的所有经验和技术结晶 并由设计师戈登木雷创作 同时麦凯伦F1是首台采用碳纤维单体壳车身的麦凯伦汽车 配备中央驾驶位 两侧是两个副驾驶位 给驾驶员带来中级的一级方程式驾驶体验 它搭载的6.1升宝马S70R V12引擎 618匹马力的输出功率 以及每小时386公里的急速 也让麦凯伦F1成为了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终极跑车 为什么叫做特别提名呢 因为这台帕驾尼宗达760LH并没有采用F1的衍生技术 但它是按刘易斯·汉米尔顿的要求 由760RS改造而来 760LH从外观到内饰都采用了紫色设计 而且从LH就可以看出来 这是汉米尔顿名字的缩写 2015年巴西大奖赛前 汉米尔顿在摩纳哥驾驶着这辆帕加尼发生了交通事故 它撞上了一辆停在路边的出租车 前一子板严重损坏 车轮直接暴露了出来 索性并没有人受伤 它前往巴西的行程也被推迟了一天 经过修理后 这台搭载梅塞德斯7.3升V12发动机的超跑 依然停在他的车库中 不过2018年德国战赛前 汉米尔顿在接受星期日泰晤士报采访时表示 帕加尼是在他拥有的15辆超级跑车中 声浪最好听的 却是操作性能最差的 车王埃尔顿塞纳在1988到1993年效力迈凯伦期间 为迈凯伦带来了三个车手冠军和四个制造商冠军 为了纪念他对麦凯伦的贡献 这款顶级超跑已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梅赛德CAMG Project One 是迄今为止可以合法上路的 性能最接近F1的跑车 它搭载了汉米尔顿的赛车 W07同款1.6升V6沃轮增压发动机 同时搭配上4个车轮上的电机 使得这辆超级跑车的总输出功率 达到1000匹马力 2017年德国国际车展上 汉米尔顿和梅赛德斯奔驰骑车总裁 迪特赛车一同揭晓了他的神秘面纱 这辆跑车计划生产275台 售价272万美元 却收到了4倍于生产量的订单 但梅赛德斯表示 为了保持这款车型的独特性 不会增加产量 阿斯顿马丁女武神 是红牛F1车队和阿斯顿马丁合作设计的 一台限量版顶级超跑 售价300万美元 限量150台 搭载6.5升V12自然吸气发动机 和动能回收系统 女武神可以说是红牛车队首席技术官 F1史上最成功的设计师 阿德里安·纽维的心血 红牛车队领队霍娜也参与了这款跑车的设计 2016年 这辆车最初的代号是星云 融合了纽维 红牛和阿斯顿马丁的英文缩写 而AMRB001被确定为最终代号 象征着阿斯顿马丁与红牛首次在超级跑车上的合作 2017年3月 这款车以北欧神话人物女武神命名 也延续了阿斯顿马丁以V开头命名高性能汽车的传统 女武神一经发布 就获得了世界上最快的合法公路车称号 它唯一的对手便是梅塞德斯AMG Project 1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我们的配份